这是一个住在米袋中的小姑娘 但是今天的她起来发现 米袋中已经没有米了 于是她拉出旁边一大框的巷子 挑选出一个最大的巷子后 然后就出门往城镇的方向赶去 只见她来到一块站牌前停住 然后蹲了下去 一动也不动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只见远处中传来一声音叫 不一会 空中出现一只急速往下俯冲的大鸟 她抓住贝长探身后的腰带 带着小家伙直冲云霄 达到目的地之后 贝长探把手里的巷子赠送给大鸟 一个翻滚落地之后 就到达城镇的边缘 她来到镇上的招聘板前 弱小的身躯只能被挤在外面 等人散去之后 贝长探只能拿到一些最累的脏货 但是她依旧十分开心 带着招聘启事来到别人家 虽然只有小小的身躯 但却是干活的一把好手 她会藏进别人鞋子里 帮其清除气味 或者躲在水瓶里净化水质 还能住在电饭包中增加香味 干完一天的活之后 她能得到主人家一小袋米的报酬 因为工作努力 所以主人还多给了她一些 她来到一家商店中 看到一条自己最喜欢的印花库口 但当她看到价格 再看看自己空空的小钱包后 只能把目标转移到旁边的特价商品上了 最终还是选了一条可爱的青蛙印花库口 结完账后回到木屋时 天色已经暗淡下来 然后煮上今天挣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 再加个小菜 今天也是充实的一天 夜晚带着美好的憧憬 贝长探进入了只属于她自己的甜甜的梦想当中 这是一个独自居住在深山木屋的小女孩 即使今天是她生日 但她还是得像往常一样 到城镇打工挣取粮食 在为自己唱完生日歌之后 拿起一颗巷子果实就往城里出发了 她依旧来到公共站牌前蹲下 不一会大鸟准时过来将它代废 可能是嫌果子太小了 今天的大鸟并没有那么温柔 直接把贝长探扔在一棵大树上 让其顺着树枝滚了下来 好不容易亮亮呛呛爬起来的贝长探 又意外地撞倒了路人 贝长探连忙起身道歉 谁知对方不仅没有责怪她 看见了小贝腿上的伤口后 赶紧从自己背包里找出药膏 帮小贝包扎好了伤口 这个粉头发的女孩叫竹探 从小和爷爷居住在山中的一家小药店中 此次出来也是和贝长探一样 前去城镇寻找工作 两人相互介绍之后 于是就一同前往城镇赶去 招聘展示牌前依旧被围的水泻不通 两个小家伙费尽吃奶的力气也没能挤进去 只见倒在地上的竹探后面的辫子突然一样 他让贝长探将自己固定辫子的圆土拨下 用胶布粘到圆土上面 把小贝扛在肩上 然后往人群中重去 将招聘起身粘了出来 他们分别拿到了成东和成西的一份工作 于是两人就此分开 各自去到自己工作的地方 傍晚 却不小心被一颗竹子拌倒 手中的大米全都撒在了地上 正当小家伙快要哭了出来时 这时竹探刚好赶来 在竹探的帮助下 两人把粮食全部都捡了起来 竹探又邀请贝长探去自己家里做客 一进去就受到竹探一家的生日祝福 然来今天去镇上的时候 竹探意外发现贝长探身上掉落的 关于他生日的一张纸条 于是他就悄悄地给贝长探策划了这个生日派对 就这样 小贝十分意外地度过一个温馨的生日 最重要的是他新交到了一个真心的好朋友 一滴雨水落下将睡梦中的小女孩拍醒 他起来打开窗户 外面的大雨正在肆意拍打着垂微的小屋 湿冷的天气让他只能躲在空空的米袋当中 雨水顺着千疮百孔的房顶滴落下来 贝长探只能把家里能用的容器都拿来结落 但是仅靠一个薄薄的米袋根本抵御不住寒冷 他来到门口前听着台阶上青蛙的呱呱声 以及雨水滴落在容器中的叮咚声 于是他将小脑袋刮上的长探取了下来 用小橡果作为锤子敲击着长探 动听的节奏暂时消去了小家伙身体的饥寒 短暂的娱乐之后 贝长探还是选择去镇上寻找工作 没有伞的他只能用一块大大的荷叶来遮挡雨水 光着脚丫子踩在坑坑洼洼的泥泥上面 即使站牌上面写着雨天不营业 但是他依旧拿着橡子骨默默地等待着 因为他知道只有出去工作才能够填饱肚子 正当小家伙失望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然而是竹探带着自己的新发明找到了贝长探 他告诉小贝今天是休息日 工作的地方也都在放假 于是竹探带着小贝来到废弃的汽车上播雨 在开朗的竹探提议下 两人又挽起了词语接龙 大雨很快停息 看着孤独的贝长探 竹探又邀请他去自己家玩耍 于是两人约好 明天一起出去寻找工作 次日贝长探早早地来到招聘牌前 这次的他幸运地从人群中挤了进去 竹探 然而是又造出新发明的竹探 于是两人拿着招聘单来到前台寿里 但是此时的竹探突然抓狂了起来 然而他拿到的是学校的工作 而工作的日期 又正好与他后天最喜欢的道具日相重合 于是他准备用带来的饭团 来交换贝长探手里明天的工作 一想到可以填饱今天肚子的美味饭团 贝长探也欣然同意 两人也就一拍即合地达成共识 晚上回到家的贝长探 翻出了自己家里唯一的一件新衣服 因为招聘人员提醒他 后天学校的工作 必须要穿着干净的衣服去上班 但是思考许久之后 他还是舍不得 辞了 次日 他将自己身上穿的衣服 在河边洗干净 然后晾了起来 那样的话就不会显得那么久了 夕阳西下 第二天很快到来 因为下雨天大鸟不营业 贝长探只能选择不行 前去小镇上 路上都是坑坑洼洼的水坑 一辆马车从后面急驰而来 等贝长探反应过来 车上的利探赶紧到窗前查看 却发现外面的贝长探 已经被泥水打湿全身 贝长探只能脏兮兮地来到学校里面 虽然主事人员把贝长探批评了一顿 但他还是拿出一件干净的衣服 让小背套上 大大的脑壳 费了老大镜才穿进去 他推着餐车来到学校的走廊里 这是旁边教室里的场景 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跑到窗前偷偷观看 教室里的一个同学发现了他 吓得他把头撞到了栏杆之上 引起教室里的所有人注意 索性善良的利探即使帮忙打掩护 外面的贝长探才躲得过去 利探是当地财阀家的独生女 虽然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 但除了上学 他不允许踏出家门半步 自从第一次见到在空中的贝长探后 他就想着要和小背成为朋友 此时主事人员也要干完活的小背先去吃饭 但没带便当的贝长探只能请求继续当务 每一件事他都认认真真的对待 学校宽大的走廊都被他擦得正亮 看着学生们剩下来的饭菜 即使饿坏的贝长探也只能渴望地看着 拿到了属于今天的工资后 小背就撑着大荷叶准备回家 这时一直在等他的利探突然来到他身旁 然来利探是来向今天弄脏他衣服道歉的 他拿出自己的心意 让贝长探买一件新的衣服 没想到贝长探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因为他的这件衣服 是去世的奶奶省吃俭用买来的布料 给他做的衣服 对他来讲 只要将这件衣服穿在身上 就有如天上的奶奶永远都守护在他身旁一样 小女孩将白米饭盛在满是裂缝的碗中 每次吃饭前他都会走到门外 然后假装自己很高兴地刚回来 之后立马跑回饭桌前 模仿着大人的语气说道 最后还是独自一人吃着打工挣来的白米饭 吃完饭后的他拿起满是缺口的碗端向了起来 思考两久之后 他还是决定前往城镇购置一只新的碗 一只流浪狗出现在他面前 他来到贝长探身边朝旁边的小吃店叫了一声 于是善良的贝长探 给他买了半个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酥饼 路过瓷器店旁边 一只印花的小碗将他所吸引 他打开自己的粉色小钱包 看了下不足的余额 正当老板想来介绍时 贝长探赶紧拾去地离开了 路上他又被旁边幼儿园的声音所吸引 看着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做拍拍手之歌 从没上过学的他 也在栏杆外面跟着学了起来 但等自己张开那双满是伤痕的小手后 他又自卑地低下了头 他知道这是不属于自己的世界 正当他回到家 躺在那块带有破洞的白布上休息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狗叫 惊醒地贝长探出去发现 然而上午的流浪狗也跟了过来 于是他带着小狗找到自己最好的朋友主态 得知这种流浪狗会被别人捕杀后 善良的两人决定共同抚养这条小狗 并将他取名为佐治 两人把佐治安置在他们两家的中间 当天很快结束 新的一天 打工人小辈又开启了打工的生活 招聘所的人告知贝长探 因为他上次在学校工作认真负责 所以学校决定聘用他为长期工 这也就意味着他有稳定的工作了 来到学校里 小家伙依旧是勤勤恳恳地干着活 正当他下班准备回去的时候 这时竹探带着佐治跑过来 然而是佐治顺着贝长探的气味 带着竹探一路狂奔而来的 佐治的到来 把学校里的小孩都吸引了过来 就连一向不合群的利探也跑来观看 而且一来就受到佐治的喜爱 于是一位千金大小姐和两个贫穷的孩子 在无形之间成立了友谊关系 今晚的贝长探也不再那么孤单 因为现在的他 多了一只陪在自己枕边的佐治 以及买到了那副 他期盼已久的新玩具 这是一个在米袋中长大的小女孩 自从最疼爱他的奶奶去世后 他身后的腰带蝴蝶结 就从来都没记证过 一个人生活的他 小小年纪就得前去遥远的小镇上工作 正取微弱的收入 来维持自己日常的温饱 这天正准备去工作的贝长探 被一家电器店所吸引 因为里面正播放着 他最喜欢的动画片《普卡修》 正当看到高潮部分时 准备给客户推销的老板 突然把台换掉了 贝长探不尽地担心起普卡修的安全 一路上脑袋中 都是普卡修被鲨鱼吃掉的话题 今天的工作是在高山上的一间寺庙里 得爬上几百级的阶梯 因为做事认真靠谱 贝长探在哪都深受主人家的欢喜 在贝长探下班临走前 寺庙里的主持 还送给他一份美味的丸子 还说这是他孙女 最喜欢吃的小吃 这位长得像小猫的小女孩 就是主持的孙女 名叫恋探 恋探的爱好是敲爷爷的沐浴 拥有妥妥的欧皇体质 别人竹探两姐妹半天抽不出来的大奖 他一下子就能抽中两个 除此之外 他还拥有超强的感知能力 所以今天贝长探依靠近寺庙 他就能感知到一股悲凉的气息 祭典当日 恋探凭借着欧皇体质 抽中了祭典店铺的最佳位置 因为他想开一个店铺 利用自己的感知能力来给别人占 祭典仪式将在晚上进行 竹探也早早地带着妹妹竹林来到祭典场地 但只有贝长探还得去做完今日的工作 于是竹探和贝长探约好 等贝长探完成工作之后 他会在这里等他一起参加祭典仪式 晚上祭典仪式也正式开始 贝长探也总算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匆匆赶来祭典时 竹探手里一直拿着买来的苹果糖等着贝长探 好闺蜜就是要一起吃糖糖 正在这时恋探突然出现 果然跟着欧皇混 三餐饱四顿伴随着烟花的升起 远在豪宅中的利探 也和贝长探他们一起庆祝着今晚的季度 今后的贝长探也将不再那么过度 因为今天他结交到了更多的朋友 表面上这只是一颗普通的巷子 但实际上他却是一张空中运输的车票 但今天一大早起来的贝长探发现 篮子中的巷子果已经所剩无几了 于是他提着篮子准备出门 来到丛林深处 和松鼠先生打完招呼之后 就开始拾取掉落在地上的巷子果 顺便摘踩丛林中可食用的魔物 他拿着木棍垫起脚尖 想把树上的栗子敲下来 但一不小心用力过度 让树上的栗子往毫无防备地自己砸了 索性被脑袋刮上的长探挡住躲过一劫 带着今天满满的收获 他来到小镇上摆了个小摊 深山中的东西似乎很受人们欢迎 人们有的用金钱支付 有的则已无换物 于是贝长探得到了一袋沉甸甸的红薯 这时竹探刚好带着佐治过来找他 贝长探赶紧拿出自己刚挣来的红薯 分享给竹探以及自己的宠物佐治 就连刚好回家路过的利潭 也被他拦住叫停 两人现在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因为贝长探在学校工作的原因 每当利潭放学时 他就和贝长探约好在一起 教他认字 一来二去 这两个身世千差万别的小女孩 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利潭回去安排管家 帮他将贝长探送的红薯靠好 这边贝长探和竹探也带着红薯来到炼探家中 利用院子里堆积的落叶将红薯烤熟 虽然是不一样的烤法 但尝起来都是同样的红薯香甜的味道 晚上回到家的贝长探 用利探教自己认识的字 写了一封简单的信件 第二天通过邮差鸟送到了利探手中 在这秋风扫落叶万物衰退的季节里 咱们的贝长探却依旧获得了满满的收获 这也是他第一次对世界发出的呐喊 老女孩望着家中空空的米袋 此时外面已是寒冬将至 而他所挣来的钱却只能够买一些米 好友竹探提醒道 如果单纯的只准备米的话 可能难以度过寒冬 但贝长探只能无奈地说道 自己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 为了帮贝长探解决物资问题 聪明的竹探提议去深山里面摘柴果实 拿到集市上面去卖 于是两人在工作的闲暇时间内 就会跑去山中摘果实采蘑菇 竹探因为上次受到炼探所指引的地点 顺利地将自己的药材全部卖出 所以这次他又挑选了个好地方 前来交易的人也是源源不断 两人的小店铺也是开得风生水起 不一会他们就收获满满了 忙活了一天的两人也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他们推着小车满载而归 贝长探却被旁边电视机中的普卡修所吸引 因为今天正是他最喜欢的普卡修大结局 看着美好的大结局 贝长探眼中也不禁泛起了泪花 而此时另一边正准备玩抽奖的竹探 又在路上偶遇欧皇恋探 恋探让竹探帮忙拿好自己的东西 然后上前随便一出 一不小心又帮他中了个一等奖的自行车 作为回报 竹探也将自己发明的防风眼镜赠给恋探 欧皇恋探似乎也对这个眼镜十分满意 就这样在竹探的帮助下 贝长探总算有足够的物资来抵御这个寒冬了 他拿起刚换来的围巾放在脸上 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温暖 即便是已经悄悄到来的寒冬 又如何能够冻住这个心中似火 永远热爱生活的小可爱呢 穿上一双编制的草鞋 围上一条薄薄的围巾 就是小女孩在这寒冬之中最大的满足 空中传来一声鸟叫 然来是神秘人又给贝长探游寄东西过来 其实自从奶奶去世后 就出现了一位神秘人 一直在给可怜的小辈游寄物资 这次又是带着新年祝福送东西过来的 这时竹探带着妹妹和左智出现在外面 他们准备找贝长探一起去玩雪 贝长探连忙回屋拿起刚得到的巧克力 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发了 在这片纯白的大地上 他们依旧保持着原有的童真 贝长探脸上也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几人欢声笑语的同时 欧皇恋探也加入了进来 玩尽兴之后 贝长探拿出自己的巧克力分享给众人 正在这时 贝长探 然来是天空出现一个热气球 而上面坐的人正是他们的好朋友利探 看着在天上飞的利探 地上的竹探和恋探都传来羡慕的眼光 却不想身旁的贝长探早就解锁了飞行技能 贝长探给他们每人一颗巷子 三人蹲在战牌前 不一会 上空就整整齐齐地飞来三只大鸟 将三人一起带上天空 就这样四位小可爱 第一次在空中会面 上空的寒风让贝长探不禁打了个喷嚏 但看着小伙伴们如此高兴 他也满足地笑了起来 第二天的贝长探一醒来 又连续开始打喷嚏 摇摇晃晃爬起来的他 最终还是又回到垫子上 意识模糊的他 在梦中看见了自己的奶奶 梦中有奶奶在的时候 他的蝴蝶结依然是正的 他向奶奶奔去 奶奶依然会鼓励着他 等他再次醒来时 眼前出现的却是利探和竹探 然来是狗子佐治 发现贝长探生病了 跑去向小伙伴们报了信 在竹探爷爷开的要作用下 贝长探的烧也退了下去 隔壁则是正在熬汤的炼炭 在好朋友们的注视下 贝长探热泪盈眶地 喝下这碗最温暖的汤 和朋友们出来散步的时候 贝长探带着他那现实中 永远细不正的腰带 来到一棵大树前 他要在雪地上 写一封信给奶奶 他想告诉上面的奶奶 现在的自己 已经交到好多朋友了 他一定会好好的 生活下去